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,美国同志喜剧《同婚场景》是新睡同志导演麦特瑞多胡佛成名作,叙述同志主角从失恋到找新欢,进而追求稳定关系的历程。 麦特亲自下海饰演戏粉吃重的男主角戴伦,把单身时空虚难耐跟渴望有伴的心境,全时的到位又聚喜感。 麦特长相可爱斯文,满脸落在胡更酷似魔力红主唱亚当李维,同婚场景描述刚结束一段恋情的戴伦搬入新公寓后,就不停听到楼上男同志情侣的哀哀叫床声跟对话内容, 好奇心驱使他更进一步跟踪了解邻居,发现其中一人酷似他年少十七亿人偶像外,以及另一人常在半夜独自出门一丝背注另一半书轨。 让他开始当起侦探,甚至闯空门找证据,躲床底下近距离偷听《同婚场景》二部曲由麦特瑞多胡佛一首包半编导演,创作力旺盛的他几乎一年一部作品。 续集《同婚场景》又一幕则描述《同婚场景》片两年后,更加入性感爆表的猛男按摩师,由来自巴西的私人健身教练与摩特尔罗迪尼圣地雅哥饰演,道夫服务一进门集迅速脱衣,露出大鸡鸡和胸毛,让脚外卖的客人秒决定改作全套。 《同婚场景》已于Gaga or Allah同志电影线上看独家上架,续集《同婚场景》又一幕将于下周五接力登场。 导演兼男主角麦特瑞多胡佛,酷似摩利红主唱亚当李维。 杰德影音提供,同志喜剧《同婚场景》融合舞迪艾伦式的幽默与音乐性,诸多场景令人会心一笑。 杰德影音提供